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 for you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先来看一个苏格拉底悖论 OK,这个苏格拉底是悖论,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只是想透过这个来表达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哲人 他们对于知识的一种谦卑的心态 他所说的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I know one thing that I know nothing 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相对于他,我们来看看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表 谋法官,他今天说了一段非常漂亮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人呢,很不喜欢说不知道这三个字 很不喜欢说不知道 甚至就是我估计,我想,可能 这样的词都不愿意用 一个不能肯定的事情呢 往往把它说得很肯定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我经常用到这样的词 我说可能,我觉得,我认为 有很多人呢 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 他以前的视频 OK 第二呢,就是周六波指控这个莫虎吃了原告吃被告 他是一个律师 从原则上说 一个律师给原告代理完了以后又给被告代理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二十万一点都不搞 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莫虎 收了某某三万美金这个事 这个事呢,本来就没有问题 他没有问题的 他不光是做了一集视频 这样只黑为白,胡说八道 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视频 把他这个话去展厅截铁地重复了两集视频 我们来听一下 代理完原告,再代理被告 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说他三万美金这件事情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关于这个呢 我是专门做了一集视频 题目是周立波、唐爽、莫虎案 献给韩梅大法官的歌词 我做了这集视频 有详细地去阐述 他是在只黑为白,胡说八道 就是像比方说 刚才他提到的 就是莫虎收某某三万美金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来看看某某是怎么说的 那当时给了钱以后呢 他就收了 给了钱他是不知情的 说实在的 那是四天以后还是三天 还是五天我记完了 这老小子又把我训练了 你要知道我是周立波律师 我收了你的钱我违法了 看到了吗 人家莫虎律师自己都说 如果收了这钱是违法的 这个韩某人 OK 信誓旦旦的在两集视频里面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像他今天说的 他如果不知道的 他就会把这个话说的 说的留有余地吗 他是这样的吗 所以这就是利益集团的标准的草包法官的代表 塞尔他今天还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来听一下 因为你一上市的话 你这个公司就不再是你个人的公司了 他就是一个公共的公司了 就好像中国的国营企业似的 胡说他八道吧 阿里巴巴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了 阿里巴巴现在难道不是私有公司吗 京东公司在美国上市了 京东的80%的股份 难道不是在刘强东的手下吗 不是你胡说八道吧 你什么什么草包货色 就跑到YouTube来胡说八道啊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 他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在西方的公司法下面 一般你成立的一个公司 他就是在公司法下面成立的 一般就是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也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一个私有的公司 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做private issuer 然后呢当这个公司 有一天他上市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public issuer 或者是叫reporting issuer 他的意思是什么 a corporation that has issued securities to the public 也就是面向公众发行他的债券 或者是股票 那这时候呢 private issuer跟reporting issuer 他的区别呢 就是在于 以前在private issuer的时候 你的财务状况是可以不对外公开的 毕竟你是一个私有公司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上市的 因为公众任何一个大众里面 任何一个人 他都可能成为这个公司的投资人 成为股东 这样的话 他是有权知道这个公司的财务的各种状况 然后以此来作为他一个投资的一个判断标准 判断依据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任何一个上市公司 是相关的法 是由相关的法律 要求他们必须把财务公开 并不意味着是国有企业好吗 国有企业是所有权的意思 而上市公司是指的他财务信息状况公开的意思 你懂不懂啊 真的是无耻至极了 好啊 就送他这首歌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